我们说反对代工 陈时中态度抽窍 要对去年AZ找台湾谈代工 没谈成的事情 以正式听 我们是代工没有谈成 不是我们反对代工 那去年我们这没有进行MRA的一个代工商谈的事宜 是因为那时候 国内这样的一个技术平台还不成熟 那现在相对我们的研究单位 都有相关的一个技术平台 说现在才是最好时机 一定会努力的去谈 因为美台之间似乎有铺 川书美方不排除让台湾代工疫苗 专家很乐见 认为国内生技产业也人才积极 很多的生技业 其实是知道上游 那刚好就是说下游怎么样去expand 然后更好 然后让它的评管做得更多更好 那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 让我们的生技产业更强 不过外界也忧心会否读后某些大厂 专家建议采用自由竞争 在考量的时候就是看看每一个提出来的他的能力可行性 不一定是最大的就做得最好 那么当然了就是一个例子啊 提升能力也不要砸MIT招牌 而放野美国全球疫苗战略 以莫德纳为例 除了在西班牙 法国也才刚通过当地第二家药厂代工 亚太地区南韩五月拿下代工合约 莫德纳CEO更证实 与日本和澳洲都有在洽谈 而这么刚好都是亲美国家 美国的疫苗外交基本上还是有跟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比较早就开始执行的疫苗外交 有分庭抗理 跟互别摇头的一个味道在 强选对决疫苗棋盘上美中针锋 台湾盼着趁此时加大生存空间 TVBS希望红富华刘定廷 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